潘伟博在香港举行新专辑先创会 顺道与香港粉丝提前庆祝春节 潘伟博在活动后会到宏观 以特别来宾的身份 助成好友范范的演唱会 除了洛丽搞气氛之外 范范和老公黑人跟在台上 公开为潘伟博争女友 潘伟博虽然对感情采取随缘态度 但也感激范范黑人对自己这么关心 因为就应该说 他们其实还蛮关注我的交友状况 或是我的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想结婚或什么 所以他们还蛮积极地帮我去介绍异性 所以身体自然 黑人的眼光应该不错 应该选了范范 我相信范范帮的眼光应该也会不错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应该会光学到个不错的这些 周杰伦越前在台北中歌榜群新演唱会上 牵手张子怡 首次公开演唱新歌《红尘客栈》 但他全程偷笑的视频却在网络上疯传 有人调侃他牵手《女神》乐不自惊 在被问及此事时周董给出了 周董给出了意料之外的答案 表示自己之所以偷笑 是因为范伟博在台下不断地捣乱 对此范伟博只认不讳 其实在这边澄清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周杰伦对着我笑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很有喜感 没有因为那天 为什么会一直在笑是因为 他那天不是签张子怡下来吗 然后他签张子怡下来之后 我就起身接了张子怡的手坐下来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可能就 我跟杰伦就可能会对到眼 然后就开始笑 然后因为后台的插曲是因为 同时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一直要背歌词 然后我也在背《龙的传人》的歌词 因为有大和唱《龙的传人》 所以我就一直唱《龙的传人》 然后他在唱他的歌曲 然后两个人就互相 因为都是比较 比较 那些字眼都是比较古代 古文一点的 所以两个人就一直在笑 因为两个人都互相被干扰 可能是因为那样子 他看到我在笑 所以我一直以为 他是因为我签了张子怡的手 他在笑我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